上分 学三招 学有 要不要 力量何为一体 他 新生的法典吗 他曾开创的伟大时代 即将卷泊重来 你知心仰 我一句命令 不要太过境遇 他真正渴望挑战的 是那密林中偶遇的生命 这是第一枪 二一一桶 两桶 重戒 重戒 然后呢 桶顶A桶 等着他 他肯定没想到 你走 走不走 最后一枪 走 二一一枪 两枪 A一下 A两下 顶一下哥们儿 A shot in the d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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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迪娜曾以献计的形式 在赛场上杀出了一片天 死后以无敌形态跟随敌人 获取视野 并不乱复活骚扰敌方打野 在面对四宝一的养猪流阵容时 雅典娜两个免控加三枪光速秒脆皮的能力 着实给对面的发育核心造成了不少的困扰 而献计流的打法 其实也是利用了雅典娜 可以对非英雄单位造成25%的额外伤害的特性 以做到快速轻线发育 获取单体压制敌人的经济 事实上即使不走献计路线 雅典娜也能在打野或者边路上 凭借高机动高爆发 打出亮眼的表现 当然很多人打着打着就变成了献计流 我们再次就不讨论了 所以如何打出亮眼的表现 小妖怪请接我三招 我的备战为 追击刀锋 急速战缺 暗影战俘 无尽战刃 忠师之地 破军 备权装备 挥月 拨甲 明刀 明文备战 十夺锤 十阴眼 七货源 三无装 招式技能为逞击或者眩晕 现在马上大家领略一下这脱坑三招奥妙之处 脱坑第一招 红顶A桶 雅典娜的爆发来自于二技能贯穿之枪 每当雅典娜使用二技能后 雅典娜下一次普攻就会变成一个枪刺 当三次枪刺命中敌人打满三环时 就会造成目标以损失生命值的25%的物理伤害 而每当雅典娜的E3技能命中敌人时 二技能都会减少4秒CD 那由于二技能基础CD只有6秒 升满时CD为5秒 在拥有一定的减CD情况下 E3技能的命中就相关于直接刷新了二技能 所以啊如何使用二技能后 通过E3技能反复刷新二技能 就是雅典娜打出三枪秒人的连招基础思路了 那二技能释放时位移距离较短可穿墙 而二技能释放后的枪刺不仅可以位移穿墙 还拥有追踪属性 敌人被选定为目标后即使使用了闪现的 或者长距离瞬间位移等骚操作 依然还是会被枪刺命中 但两次枪刺之间的间隔时间不能超过5秒 否则敌人身上光环特效就会消失 这样就无法打满三环了 那想要打满三环啊 一般的玩家想法就是每用一次二技能捅出去后 再接上一技能或三技能 那这个思路是没错的 不过我们可以在连招过程中穿插一发普攻 来最大化伤害输出 连招方式为二技能提手 A出强化普攻的同时啊 接一技能顶眩晕敌人刷清二技能CD 同时立刻接上一发普通攻击 并用二技能取消掉最发平A的后摇动作 并直接A出强化普攻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铜顶A桶了 这套连招也有个小问题 二技能枪刺捅出去后接一技能时 一技能贴身释放极其容易反空 而两枪之间的间隔又不能大于5秒 这一技能一空就导致三环很有可能打不满 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也很简单 第一个办法就是放一技能时 方向键和一技能拖动的方向呈反趋势 一技能左方向键就右 多加练齐后一技能命中率就会大幅增加 那第二个办法就是光束双筒 一技能的判定范围其实很大的 大到可以命中超出一技能指示器一倍距离的敌人 而当我们释放二技能不捅出去的时候 身边是有一个圆环指示器的 你会发现只要处于二技能圆环指示器内的敌人 哪怕处于边上 你的一技能撞出去必定是可以中的 而二技能只要释放就会进入CD 所以当我们放出二技能后 就可以保留一发枪刺的情况 先用一技能撞击敌人刷新二技能 那此时再A出枪刺后 就可以立刻秒接一发二技能再捅一下 打出光束双筒 在熟练双筒后 我们就可以加入大招 同样是第一段二技能后 不要释放枪刺 而是先用大招加逞击 或者眩晕留住敌人 待大招爆炸后 刷新了二技能 将手上的枪刺A出去 然后立刻释放二技能接一技能 A出枪刺后 秒接二技能再A 这样一来就可以打满三环 秒杀脆皮了 你看这里我上路对线鲁班 我仅剩一个半血 而鲁班满血 但我依然不慌 光束双筒大招接眩晕 刷新二技能 一击贯穿之枪秒杀鲁班 当然后期只要装备做起来 一套光束双筒就足够秒人 比如说你看这一波小团杖 我入场一套21A 直接秒杀的眼睫 第二下投到隔壁银正身上 将其打成 队友杀之 随后我小走位 铜顶A筒 打出鬼骨子产线 此时我没有选择大招 而是直接追击CD转好后 再光束双筒送鬼骨子 回家泡温泉 怎么样 熟练的一手 铜顶A筒 加光束双筒 走遍天下都不怕 脱坑第二招 存枪借位 刚才说到 雅典娜两次枪刺的间隔 不能超过5秒 事实上 雅典娜二技能释放后 可以释放枪刺 强化普攻的持续时间 也是5秒左右 只要雅典娜 用有15%的减CD 那么二技能持续时间 基本就和CD时间持平了 这个时候 只要再拿一个蓝buff 就能达到35%的减CD 雅典娜二技能的CD时间 就会低于5秒 此时我们就可以进行存枪 那二技能释放后 不要立刻用枪 而是先等一会二技能的CD 在冷却快好的时候A出去 再接上第一招的手法 就可以在不放大招的情况下 打出三环 不过 存枪的目的 并不是仅仅为了打出三环 我们都知道 雅典娜二技能的强化普攻 是一段追踪性质的位移 在野区 我们常常需要利用捕刀剑 和头像选敌剑相配合 利用野怪完成位移 追查敌人 当然像我这种不开捕刀剑的人 是完成不了这个操作的 你们去练吧 但当我们用了强化普攻攻击野怪小兵 或防御塔 那么三环中的一环就被用掉 导致后续无法立刻打满三环 而存枪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先用存下来的一发普攻攻击野怪小兵 或者防御塔拉近距离 然后再接上二技能和一技能的短位移 做无缝连招 近身后依然可以打满三环完成收割 这就是用存枪做到的界位攻击了 另外 雅典娜还有一个特点值得我们注意 到我们用存枪界位的方式 抢夺对面的buff时 由于雅典娜被动对非英雄单位造成25%的额外伤害 所以雅典娜的逞积伤害比一般的英雄都要高 一级雅典娜代打矮刀 逞积就可以达到1750左右 而同等级的选择打野就只能逞积出1512左右的伤害 四级雅典娜就拥有2084的逞积伤害 而四级选择仅能逞积出1783左右的伤害 和一级雅典娜的逞积伤害差不多 所以我们用雅典娜反野 能在更高血量用成绩对野怪进行斩杀 这也就是雅典娜打野的天然优势了 雅典娜一三技能 除了能用于刷新二技能打三枪外 她生成的护盾都具备免控效果 因此我们在进攻时 常常会用一技能抵挡敌方的控制后继续追击 而大刀的护盾虽然也免控 但由于施法时本体不能移动 免控的同时 实则控了自己1.5秒 所以更多的用处还是用来抵挡伤害 而大招如果在人群中施法 面对敌人的激活 护盾是根本无法撑到爆炸刷新二技能的 后续的连招无法继续 就会严重影响雅典娜的技能节奏 那这个问题其实也很好解决 隔壁韩戏家有一套祖传的 灰月更换复活甲再换明刀的秘方 拿来配合雅典娜也相当得体 大招开启时同时配合灰月再按下成绩 或者晕眩流人 敌人甚至都无法察觉到雅典娜还用了精神 会继续对雅典娜交出各种技能 1.5秒后 护盾炸开 刷新二技能 雅典娜就可以继续光速连招打出一片天了 那除了灰月之外 纯净昌蜂的1.5秒伤害减半效果 也非常适合雅典娜的大招 如果二三技能起手 只要保住大招护盾 稳定能炸开敌人 雅典娜基本就能在人群中开无双了 最后提醒大家 大招也好光速双铜也好 都不是必须要命中敌方英雄的 哪怕大招炸到小兵野怪 二技能后 一技能顶一下小兵 都是可以刷新二技能的 只要保证 让雅典娜后续的A和2A 打在敌方英雄身上即可 灵活变通 方可百战百胜哪 那你看我这一波 亲自加红buff时 一方照云想烦我也 开玩笑 我打招成绩直接收下红buff 刷新一二技能 不料一技能近身释放落空 只好先行撤退 此时张良赶到大招 定住赵鱼 我2A1击杀赵鱼后 再接一发准备追杀小乔 配合鱼姬将其带走 拿下双杀 最后继续追击鱼布拆文鸡 这一次成功利用一技能和大招 刷新二技能 完成连环组 一波四连超凡 将幕后的比分追平 怎么样 我这个女神雅里奈 是不是让你想成为了我的圣斗士呢 今天的三招脱坑子呢 就介绍到这了 我是上线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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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